在日本岩手县花卷市 有一座看起来很普通的房子 女儿尤美54岁 这里是她的父母家 一进入玄关就有不好的预感 家里到处堆满垃圾一片狼藉 据说这个房间是佛堂 可是堆放的杂物根本看不到房间原来的样子 旁边的榻榻米房间里也塞满了各种物品 根本无法进入 再去看看厨房 不得不让人惊叹这里真的能住人吗 是垃圾房才对吧 让我们跟着镜头继续看 在走廊只能横着走 卧室里衣服堆成衫 客厅里放着的是各种杂物和日用品 就连尤美和姐姐用过的房间也堆得满满的 整个家包括走廊 一共有12间房子 除了其中一间卧室 其他地方都已经被杂物淹没 看到父母家这个样子 女儿的心情可想而知 要说服二老进行断舍离 也是经历了重重阻碍 一天妈妈要回家拿些重要的东西 无论是剪刀还是纸片 妈妈都在三叮嘱女儿都要留着 其实妈妈随着年龄增长 对东西的执念越来越强 尤美是要放弃父母的房子 把二老接到自己身边照顾 还是把房间收拾干净 让父母也能回到原来的家生活 尤美心中渐渐有了答案 最终耐心地说服了妈妈 果断承担起收拾父母家的重任 尤美在老家附近租了间宾馆 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断舍离 要处理以吨为计量的垃圾废物 尤美一个人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拜托了废物清理人员 还有好友来帮忙 尤美要担当的是最为恐怖的冰箱 实际上因为父亲生病 这个家已经一年半没人居住了 所以食物和日用品都要扔掉 处理进展得很快 原来走廊清理后是这样的宽敞 好友清理的榻榻米房间也能走进屋了 五个小时过后 院子里堆满了大量垃圾 接下来要清理父亲的书房 看来老两口都有囤鸡皮 满满一屋子书堆的到处都是 父亲原来是社会科老师 年轻时曾进行乡村支教事业 母亲以前也是学校老师 在双教师家庭中 并没给尤美的幼年带来美好的回忆 父母工作忙碌每天都很晚回家 母亲基本不在厨房 准备晚饭都交给年幼的孩子们 尤美和姐姐要做好饭等父母回家 从小就会做天妇罗和猪排饭 妈妈向来不宠溺孩子 严厉苛刻甚至是恐惧 在尤美又小心灵中刻骨铭心 突然尤美从柜子里发现了妈妈用的转刻工具 一瞬间尤美愣住了 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五年前姐姐就是因为扔了妈妈的东西 妈妈震怒 一气之下与姐姐断绝往来 尤美还是决定将妈妈的东西保留 第一天断舍离后 尤美看着空荡荡的房间非常不安 如果扔掉母亲重要的东西 母亲今后会不会在悲伤愤怒中生活 若要立刻停止断舍离 便可以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但这样真的好吗 面对尤美的困惑 快请山下老师来帮帮忙吧 山下英子老师就是那位知晓各种囤积癖 并总能给出合理建议 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原因的那个人 一上来就给出有效建议 妈妈之所以痴迷于囤积东西 就是因为妈妈被眼前的东西所牵引 东西越多也就越执着 相反逆向思考 眼前的东西逐渐减少 随着源头消失 执着心理就会减弱 老师之前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 所以明确告诉尤美 不要内疚也不要有罪恶感 继续进行断舍离没有问题 于是断舍离继续展开 柜子里发现了许多全新的料理道具 但妈妈实在太忙了 如果有时间 应该很想用这些厨具 给孩子们做好吃的吧 在山下老师的帮忙下 厨房焕然一新 橱柜像艺术展览馆一样 又一天尤美换上了专业级防护服 几十年的垃圾堆在家里 很多东西自从来到这个家都没离开过 尘满滋生是必然的 尤美手脚都出现了湿疹 所以要做好防护 今天处理的卧室堆放的都是衣服 扒开衣服堆 很多是妈妈年轻时三十多岁穿的衣服 还有尤美和姐姐小时候的衣服 只有表面上层的一部分衣服还能穿 下面的衣服不是发霉发臭了就是破了 不用犹豫全部扔掉 房间渐渐恢复了原貌 要扔的衣服竟然有170个垃圾袋 尤美真是不容易 接下来是客厅 放了很多旧报纸 还有许多过期药品 混乱的杂物中也有许多温馨往事 美丽的花瓶都曾经摆放在房间的某个角落 还有孙子孙女为爷爷奶奶写的作文和涂鸦 不知何时被老两口做成了简报 突然尤美好像想到了什么 专心的翻东西没想到埋得这么深 竟然翻出了一个充满复古感的老实沙发 不禁让人吐槽是什么家 杂物多到把沙发都淹没了 直到最后一刻 尤美的手机还在想个不停 妈妈想到了很多要保留的东西 不断给尤美发了过来 手机那边妈妈不断催促着要找到念诗般穿的草鞋 不安再次涌上尤美心头 经过尤美和工人们的共同努力 妈妈的草鞋终于找到了 这下安全了 可以放心了 这时断舍离基本结束 房子也变回了原来应有的样子 让父母在自己建的房子里舒适生活 尤美的愿望也算是实现了 最后尤美做着精心布置 准备迎接父母回家 父亲到家后很开心 妈妈却一言不发 仔细查看家中各个角落 责怪了女儿一番 尤美想让妈妈知道真正重要的东西 拿出了老两口为孙子孙女制作的简报 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了母亲 老母亲平生第一次对女儿说出了 抱歉你辛苦了 什么该留下 什么该舍弃 都应由内心决定 打开新门才是沟通的第一步 希望本期视频能给帮助父母整理房间的儿女一些启发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下期视频再见